念念 我苦命的儿啊 父女嚎啕大哭的声音 刺激的许念念头皮发痛 脑袋上裹着一圈厚厚的白色粗布 重的许念念差点抬不起头来 见许念念一脸呆滞 杨翠花哭得更伤心了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抱着她 肥胖的身体哭得不停颤抖 孩子他爹 我们念念要是不行了 我也不活了 苦命的儿啊 许念念是被这最后的尖锐声音 给刺激回神的 看着眼前这个哭得要死不活的胖女人 许念念觉得 命运对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一个小时以前 她还在飞机上 只不过是睡了一觉而已 不明白为什么醒来以后 什么都变样了 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 她接受了脑海里所有的信息 简而言之 她穿越了 穿越到一个和她同名同姓 但是身份 却天差地远的女孩身上 一个生活在七八十年代的女孩 今年正好1980年 刚刚改革开放两年 这个身体也正好16岁 抬头看着眼前还在继续抽气的妇女 去念念干巴巴地张了张嘴 想哭 于是她就真的哭了 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这是梦吧 这一定是梦 不然 她怎么会重生到 这个坑爹的年代 好不容易靠着自己的努力 成了千万富婆 她钱都还没舍得花呢 居然就这样穿越了 穿越也就算了 还把她穿越到 这样一个穷苦的年代 穷苦年代也就算了 居然让自己 穿越到这样一个穷苦的家庭 还要比这更悲催的事情吗 不 没有了 许念念哭得太过伤心 倒是引起了杨翠花的注意 念念 妈的念念 快让妈看看 哪儿疼了 杨翠花见许念念终于有了反应 而不是一脸痴呆的表情 又是欢喜 又是心疼 生怕自己闺女 出了点啥事 许念念哭得太伤心 嗓子都哭哑了 父女力气太大 差点没把她勒得闯不过气来 妈 我没事 听到许念念开口说话 杨翠花更是激动得不行 杨翠花更是激动得太伤心 杨翠花更是激动得太伤心了 孩子他爸 咱们念念开口说话了 房间外的堂屋里 许大伟正坐在门口抽汗烟 烟雾一圈又一圈 愁眉苦脸的叹气 跟前还有两大一小三个男孩 大的差不多十五岁左右 中间的也就八九岁 最后一个看起来三四岁左右 一个小萝卜头 黑黑瘦瘦 跟没吃饱饭一样 听到里面传来的声音 许大伟一个机灵 身子猛地抖了一下 烟嘎儿 巴大一声掉在了地上 激动得站起来 嘴唇哆嗦 强啊 你听你妈说啥了吗 站在他面前 年龄偏大的男孩 表情有些烦躁 心不甘情不愿地答道 妈说姐醒了 闻言 许大伟一把拨开许志强 跌跌撞撞地往里屋跑去 爸的心肝哦 哥 凡人精醒了 咋办 以后咱又没好日子过了 年龄在八九岁的许志成说道 能咋办 这句候着呗 那可是爸妈的心肝宝 徐志强 挪了挪嘴巴 不乐意地道 抬脚 把他面前的矮凳子踢翻 最小的许多鱼 吓得赶紧抱着徐志强的大腿 可怜巴巴地嘟闹 大哥 姐是不是又要吃多鱼的肉肉了 他敢 徐志强咬牙切齿地说 青涩的脸紧绷着